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来再听听下面这五句话 第一啊 不要在晚上做任何决定 状态不好的时候 也不用强言欢笑 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会儿 也挺好的 第二 不要老后悔做错什么事情 不要整天为做错的事情 去责怪自己 一辈子很长 那些小事 等你以后往回看的时候 对错真的无所谓 第三啊 有情绪是正常的 没有必要做圣人 只学会正确发泄情绪 发泄后学会自省就好了 第四 所有让你痛苦的事情 其实都源于你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看法偏颇了 消极了 负面了 你就只能在痛苦中更痛苦 而当你学会找到痛苦的根源时 解决它 你就能获得平静 第五啊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打破生活的规律 按时吃饭 按时睡觉 好好生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